只是說它這個療療店其實它貴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包羅外的項 第二個的話Chargept是不是一個免費的服務 當然早期完全免費 不過越來越多付費的選項 所以可以想見未來應該蠻多地方可能還是要付 蠻擔心說會不會連Chargept的免費版 將來也要付費的話 那真的就麻煩了 就變成說現在可能用得很開心 但之後要付錢才能用 那怎麼辦 如果好用算了 金額不高 可能一個月假如是5塊錢美金好了 如果啦 我還可以 如果不要一下一個月要20塊美金 其實感覺就相對是有點 比較不那麼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需不需要安裝其他的軟體 還有沒有平台線 你目前完全都通用在各個平台上面 甚至是PC跟手機上面其實也OK 那資源的語言有哪一些呢 中文可不可以完全沒問題 所以之前還蠻擔心說如果講中文 他會不會聽不懂完全不會 而且感覺好像他的語言的切齒能力真的是超強 所以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可以暢所謂 但是你也不要講一大堆拉一拉扎的 怎麼講 就是太多的廢話 他可能會覺得反而會是一個障礙 OK 然後可以舉例去哪一些可以常用 然後當然最常用的其實我剛好提到 跟我們比較有關就寫成事 有沒有哪一些限制等等的 那有限制我後來發現 他有一些不適合的內容可能會被過濾掉 而且會給驚嘆 那我就試了一下 不要問那些敏感性的 比如說有關危險、種族、性別歧視 還有不要問兩岸關係 然後我就很無聊的 我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中共會不會打台灣 好像這樣問題有沒有 因為我從出生到現在都一直聽到 要打過來 打過來 我已經快半百了 不過這個沒有任何立場 我只是覺得好奇 於是乎我就把這個問題 就輸入到上面 後來發現有個驚嘆 警告訊息 而且回答我看一下 我上面是有 他好像跟我講說這個是敏感問題 他無法回答之類的 這有什麼不能回答的 有什麼 我只是想要知道 聊天機器人能夠給我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結果他認為這是比較敏感性 就把它過濾掉了 另外也可以試試看 會不會蒐集他的對話內容 會喔 所以他其實是一種深度學習的AI模型 所以他其實在互動過程當中 也會蒐集使用者的一些對話 然後再去訓練他這個模型 所以他其實還會再改善這個系統 所以他其實雖然資料是到2021年的9月 可是實際上他還是會增加一些後續的資料 只是說他可能新的版本 才會有把舊的版本的一些東西再納到新版本 所以讓他變更好 OK 所以可以期待 未來應該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趨勢 再來的話就剛剛提到建設環境與程式測試 所以第一個的話可以用懶人包 所以把它下載下來 當然開發那個Python 其實最大的差異 如果你要跟什麼 跟那個像VBA比起來的話 因為VBA為什麼我覺得 也不能說越來越受歡迎 他就是這樣三十幾年如一日 就是這麼多人 反正喜歡用的就是固定 都是固定這一些人 然後也會有人加進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用Excel 你就直接在裡面寫就好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講到開發環境 就不得不說哪一個環境是最懶人的 其實最懶人的其實就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Excel裡面的VBA 為什麼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 為什麼我之所以還蠻喜歡寫VBA的 因為我最早是寫那個Darnet 就V96裡面的那個Darnet的環境 那以前最過敏的就是每次光開起來 然後我要做一些事的話 我就非得要建立一個很大的專案 我就想說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只是說我想要把幾個檔案 合并分割這樣而已 那我是不是要弄一個專案 對還是要專案 我想說 我就是一個小人士 我幹嘛 可是你V96一定就是專案 後來好像不只專案 他還要一個比專案更大的一個東西 他的想法是說 他一個是teamwork 可是問題是在台灣這個環境 哪有可能有這麼多工程師在teamwork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一人作業的機會蠻多的 所以後來為什麼蠻喜歡寫VBA的 因為完全都不用做任何事情 我等一下開發了VBA 然後我就直接可以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他就可以直接在這個旁邊 開始可以鑽寫層次 為什麼這邊不能 這邊模組 這邊不能按右鍵 按右鍵就可以新增一個模組 那我就可以在這旁邊 開始鑽寫我的層次 ROM的話很簡單 ROM完結果就直接跑到這邊來了 那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 而且很多機會都在eSale裡面追 所以我目前比較熟悉的 因為目前我除了叫Python之外 我也叫VBA 那兩邊其實我都用同樣的sample ROM過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強調哪一個好哪個不好 因為每個人的使用環境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的需求 基本上都在eSale 那我建議你第一首選一定是把這個學好 但都會學那麼多 像很多時候 你何必捨盡求遠 OK 所以呢 當然我們後面會提到有關那個eSale的部分 再跟各位說明 那請各位呢 先第一件事 先試著跟那個什麼呢 CharGPT 稍微talk一下 然後 先打開CharGPT 然後問他一個問題 然後 看看 熟悉一下吧 那我看一下我之前 丟的問題 其實這邊都會列 他會 把它列在這邊 其中的話 像我之前上課的人 比如說第二個單元 我就給他一個 一個neutral 然後呢 就把問題都丟在這裡 他其實都會幫我記錄下來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說 請幫我撰寫一個Python程式 內容為 用Input這個函數 取得資料之後 然後在邏輯裡面判斷是否成名 他看懂了 然後他就幫我寫出程式來 在這邊 甚至可以把程式複製起來 我看一下剛剛 這邊 我問了一個問題 結果他給我黃標 看一下 這個 請問 中國會出Vinda台灣嗎 這個底下出現這個 這個 警告的 你知道 他說這個 但是他還是給我一個答案 不過他就答案 結至2021年 所以他強調一下 他資料只有到這個 然後他說是什麼 高度正式的風險問題 目前 好像有回答跟沒回答 差不多有多少 OK 反正至少 我們知道說 原來 他有 顧慮到說有些敏感問題 不能隨便亂問 不然的話 他不太會給你正面的回答 OK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再見一個new track 然後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第二個 我們直接看第二個單元 因為第一個單元 其實就是建設環境 第二個單元 就是基本與法與結構控制 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或者你講義裡面第二單元 你們看一下 講義裡面第二單元 裡面的話 基本上 就要學習 像 在 在那個python裡面的話 如何做一些基本的運算 那其中的話 當然 如果是數字的話 會有加減乘除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 這個求餘數 除完之後的餘數 還有除完之後的整數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幾次方的話 那就乘乘 比如說7的二次方 那就7乘乘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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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